老白是护灵园 在这片无人原始森林当护灵园好多年了 这是他第一次看到这种生物 那是人和花以及真菌的丑陋结合体 它们成了不折不克的怪物 发出怪脚失去视觉 最终真菌和植物会吸干人类身上的每一分营养 而这一切都是这个地球之神干的 这是这位神对全人类的奥格 三天前他和同事小黑划船进行例行检查 他从来都没想过 他的无人机在今天竟然拍到了人类 他还中了人类才做了出来的陷阱 一根和他的脚踝一样粗的木头 插进了他的脚踝 贯穿了他的整个脚掌 疼痛让他不能呼吸 他用最后的力气将这根削尖的木棍给拔了出来 他的脚上现在只剩一个窟窿 不停地在往外冒着血 他唯一的伙伴和他失去了联系 他原本只是进林子来追 那个被诡异生物带走的无人机 小黑原本也只是在船上等他的 但是不知道他怎么也想不开的跑进了林子里 去更换他们放在这个恐怖原始丛林 各个角落的微型摄像头的内存卡 小黑拆第一台的时候 完全没有发现不对劲 直到他把内存卡装上的时候 才发现了一件事 而这件事让他细思极恐的就是 摄像头上早就被人磨了泥 原来这么些年 这些摄像机在这些森林中都拍了个寂寞 感觉到不对的小黑和老白迅速开始寻找对方 小黑的无线电泡了水 两人就像无头苍蝇一样 在整个诡异林子中乱窜 就这样一直到了晚上 他们没有注意到 这个林子的正中间正在发着诡异的红光 他找到了一间屋子 这片原始森林中竟然有这样一间屋子 这屋子并没有锁门 从里到外都弥漫着一股死人的腐臭味 他把袜子脱下来等死 不知道过了多久之后 他的呼吸道中飞进了点奇怪的东西 他开始咳嗽 随后两个人逼进了这个房子 他顺手拿起了随身的匕首 从门口冲进来了两个野人 这是一对父子 大胡子和小可爱 他们已经在这片丛林生活了十几年 小可爱甚至都差不多失去了交流能力 他们每天都会给自己全身抹上泥 带着最原始的武器 设置最原始但是最有用的陷阱 在这片丛林中猎杀动物 采集植物和真菌收集蠕虫 这些东西都是他们的食物 都1202年了 为什么还有人过这种生活 老白硬是没问出口 再加上他的脚实在是太痛了 大胡子请他吃了饭 他们的食物只是简单的将一些 可以煮化的东西煮成汁 再混合蠕虫这种高蛋白 老白怎么吃下去的 他已经不知道了 第二天一早 他就感觉自己的脚背包扎好了 而且还涂了父子俩秘制的草药 和小黑失联已经整整20小时了 老白很焦虑 直到他在无线电中 好不容易等到了小黑的回应 这是什么 我要死了 伙伴这样的回应 让老白的心态彻底崩了 他不觉得自己现在还活着 是什么好事 救了他的这对父子太过奇怪 而他唯一的同伴 很有可能在这片恐怖的林子里 遭到了攻击 老白很快给壁炉添了很多可燃物 烟一下就从烟囱飘了出去 吓得正在野外打猎的父子俩 疯了一样的跑了回去 并且警告老白 白天千万不能生烟 大胡子在这晚的闲聊中 透露了一点点 关于他们这对怪异父子的事情 他说他死去的老婆 原来是生物学博士 至于他则是化学博士 本来他们是一家人 搬到这个丛林里来住的 但是老婆后来发现得了骨癌 全身疼痛之死 为什么会有一家人 搬到这种地方来 为什么会有父母 宁愿让自己的儿子不受教育 变成一个不折不扣的野人 难道大胡子的老婆 真的是得骨癌死的吗 这一连撑的问题 老白并没有得到答案 他只是发现 用了他们的草药之后 他的伤愈喝得实在是太快了 只用了一天时间 那个血窟窿 已经被新长出来的肉 给填起来了 当天晚上 老白才发现了 这个丛林的最大秘密 一根藤蔓 从破房子的弟弟 延伸进来 就跟有生命一样 准备插入老白的嘴里 大胡子和小可爱的应对 非常熟练 他们捂住了嘴 准备好了弓箭 用刀子割断那些 不断进入房间的怪物藤蔓 而随后 这场危机的主角 才慢慢出场 站在他们门口 发出怪叫的东西 老白发誓 他从来都没看过 就连想都不敢想 怎么会有人能变成这个样子 他的头颅 已经和一本花 长在了一起 全身上下的血管上 都长着花以及真菌 这种怪物 恶臭无比 发出尖利的叫声 攻击他们的 一共有两只 好在大胡子和小可爱 非常熟练 他们知道用匕首要 捅几刀才能捅死这个怪物 大胡子竟然还只会 小可爱将这些怪物 飞溅到他们身上的血 以及流在地上的血 全部都收集起来 随后大胡子 终于娓娓到来 这就是在这个森林中 失踪的人 他们被真菌感染了 所以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人体成为了真菌的温床 真菌很快就占据了 主导地位 反客为主 人类最终被这些真菌所控制 变成了只会吃 动物腐肉和内脏的怪物 这些怪物统称为真菌人 他们死亡的时候 体内会失踪很多包子 这些包子就会在空气中 以便寻找新的人类当宿主 所以这一连串的设定 真的没超最后生亡者吗 也就是说 在这森林里待的时间越久 变成真菌人的可能性就越大 那么问题又来了 为什么大胡子还要坚持 带着一个连话都说不清楚的儿子 坚守在这片恐怖的森林里 还会收集真菌人的血呢 老白虽然很想把小可爱带走 带他到真正的人类世界里去 接受人类的教育 融入真正人类的生活 但是这只是设想而已 就算大胡子再疯疯癫癫 也是人家儿子 现在他还是赶紧找到小黑 离开这片森林 小黑死得实在太惨了 他倒在一棵树下 这才第二天 他的全身上下已经种上了 真菌苔藓和花 他的瞳孔也一片浑浊 这怪异又美丽的画面 让老白难过到了极点 他只能眼睁睁看着 还留有一点人类理智的小黑 毫不犹豫地将一只弓箭 插进了自己的喉咙里 直到贯穿他的后波紧 老白哭得很厉害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 他的身体也已经悄然发生了改变 他的大腿上已经开始长出小花 他已经被感染了 到底是什么时候的事呢 难道是那天晚上 他们被真菌人攻击的时候 被感染的吗 还是更糟 早在这对父子 帮他治疗脚上 附了那个怪异药草的时候 就已经被感染了 这两个时间点有很大的区别 到底他的感染是意外 还是这对父子的故意为之 他们让他感染的原因又是什么 老白似乎明白了自己的命运 现在同伴也死了 而小可爱又那么可怜 他必须想办法把他 从他的变态老爹身边带走 这天晚上是小可爱第一次跟他说话 而且聊到了他那死于骨癌的母亲 其实稍微联想一下 全身疼痛至死 也不一定是骨癌 很有可能是全身长满了真菌 他死去的妈妈就住在森林里 那棵发着红光的大树树干里 大胡子经常跑到那棵大树前面 将动物的碎肉埋在土里 真菌人的血液倒在土里 同时不断的祈祷 他坚信 这棵树就是地球之神的化身 他早就想对愚蠢的人类宣战了 从三百年前 愚蠢渺小的人类 自顾自的发动了工业革命 就开始了 人类还以为他们能控制自然 觉得他们的发明创造和科技 可以让他们站在自然的头上 他们总是贪得无厌 向地球索取 地球已经有预示了 全球变暖 海平面上升 恐怖的自然灾害都在警醒人类 不要再玩火了 然而人类却变本加厉 因为他们那些愚蠢的发明 他们变得更加懒惰 更加贪婪 每个国家都想变成 最强大的国家愚蚀 发明出了核弹 人类总有一天会把自己置于死地 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这种愚蠢的群体 到底有什么好值得同情的 大胡子的这番理论 让老白已经 我改目标 男端这种说法很赤裸 但是没什么不对的 而老白也猜得八九不离十了 这个原始森林中的这棵树 这个地球之神 大地之母 他的树干中在不断地生产着孢子 这些孢子会感染人类 会感染人类的食物 让人类最终变成植物 和真菌的土壤 最终被这些智慧的生物 彻底吞噬 在地球上消失 大胡子肯定是信仰这位地球之神 所以作为一个忠诚的教徒 他把自己得了癌症 或者是根本没得癌症的老婆 献祭给这位神 加快神产出真菌孢子的速度 又有何不可能 然而老白万万没想到 大胡子在发现神 生产包子的发动机 没有那么给力之后 他决定往这土壤中 再添一大把燃料 于是这天早上 在大胡子的引诱下 小可爱被带到了地球之神 那棵树的面前 好在老白猜到了 大胡子的想法 飞快地赶往那里 他不能让这个疯狂的父亲 把自己儿子都陷进了 这个孩子还要大好前途 虽然一路上 有好几个真菌人的阻挡 但是他还是用手中的弓箭 顺利到达了巨树的面前 他虽然成功阻止了 大胡子的疯狂行径 由他被真菌人围攻 倒在他信仰的地球之神 面前的土壤里 但是老白已经到了感染后期 他马上就要死了 命不久矣 小可爱见到他这个样子 相当焦急 但最终也只能眼睁睁 看着真菌吞没了他的爱人 人体的肺还没有完全失去功用 老白还在不断地呼吸着 为身体里的这些真菌和植物 提供着二氧化碳 很显然 这些神制造的真菌包子 进入人体之后 就能轻松改变人体的生理结构 大胡子说的一点也没错 人类还真是渺小啊 大概过了好几天时间 老白的人体 才被这些植物和真菌吸收完毕 而小可爱也告别了 这片诡异的森林 踏上他本就应该走的路 他来到了城市 人类一手制造的现代都市 这里有霓虹灯 有吃不完的垃圾食品 而没人注意到 地球之神用来消灭人类的包子 早就无处不在了 人类的灭亡就在眼前了 在做解读之前 我想问个问题 为什么小可爱 每天都在为大胡子为真菌 而且也在森林中生活了这么多年 却没有被感染呢 后来我想了想 大概可以这样解释 因为神对自己的信徒 还真的是会区别对待的 不过大胡子和小可爱 也算是前程 他们摒弃了几乎 所有的现代人类的生存方式 一直秉承原始人的生活方式 维护着地球的自然运转 虽然只是非常小的一部分 但是神还是能看到他们的诚意 所以他们不会被感染 又或者说 神只是为了让他们 找到更多的祭品 才不让他们感染 这也是有可能的 本篇名为 在希腊神话中指的是大地女神 她孕育万物 却又可以让一切毁灭 神谱上是这样说的 在她的身上 我们既能看到创造 又能看到毁灭 希腊神话的理念 的确总结的很好 这就是地球对于人类 它能孕育人类 同时也能毁灭人类 本篇的主旨 又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人类的发展与自然 篇里的大胡子认为 人类的发展 必然是和自然法则相违背的 但事实又是不是这样呢 其实不尽然 地球对人类的出现 或者是人类对它做的事情 可以说是不太在乎的 我们谈的地球因为人类毁灭 其实是不太准确的 大概率能发生的 只有世界因为人类才毁灭 人类只能毁灭自己 在人类让地球的环境 适合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地球会做出某些应激反应 这些反应会让人类大伤亡 但是偏中这种地球 主动杀人的格局 实在是太小了 但是无论如何 人类为了长久以往的发展 学会尊重地球 保护环境 才是我们最应该做的 也是必须要做到的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喜欢我的视频 请忘记点赞 订阅 转发 关注哦